据说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两个盗墓贼 听说罗布泊在楼兰谷国有很多宝藏 于是他们前去盗宝 不幸的是他们遇到了黑风 最后水晶粮觉死在了沙漠之中 三个月后被人发现时 已经变成了两具木乃伊 看来这罗布泊还真不是个好客的地方 或许探险家就是这样 越是凶险的地方 越是能够激起他们的欲望 危险就像是兴奋剂一样 罗布泊对于探险家来说 既充满诱惑又是危险的葬身质体 这片大沙漠之中 已经淹没了许多的探险家 1980年5月 时任新疆科学院副院长 也是著名探险家的彭家木 第三次带领考察队进入罗布泊 这次任务也很了得 他们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南北纵冠罗布泊湖底的考察 6月17日考察队在库木库都克附近扎营 当时的情况很不乐观 汽油河水所剩无几 彭家木决定向东寻找水源 没想到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搜救工作最终宣告失败 此后关于彭家木的下落出现了很多种说法 当时在全国传的那是沸沸扬扬 有的说彭家木被苏联的飞机带走了给藏了起来 还有的说彭家木身在美国 并且声称有人在美国看到了彭家木 更有甚至说罗布泊一带地形怪异 本身就是一个时空隧道 彭家木一不小心就进入了时空隧道里 提前到了未来世界 此外还有更加荒诞的说法 说彭家木被外星人带走了 总之彭家木失踪后没人相信他死了 就是到了现在依然有人相信彭家木还活着 面对四起的谣言 人们决定再次寻找彭家木 历时半年先后四次 共派出飞机百余次汽车几百次人数余千 其中包括彭家木的妻子和儿子 拉网式的寻找并没有找回彭家木 这也使得罗布泊变得更加的神秘和诡异 此后彭家木的名字渐渐地沉寂下来 然而16年后的同一天 也就是1996年6月18日 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1996年6月18日 当时著名的探险家于纯顺在罗布泊遇难 这两次遇难有着惊人的巧合 首先是时间 都是6月18日 并且彭家木的失踪地和于纯顺的遇难地 不偏不倚 正好在同一条尾线上 这样的巧合 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话题 也让罗布泊 再多了一层神秘面纱 于纯顺曾经风雨八年走中国 1996年被他称为沙漠年 这年6月他打算孤身徒步穿越罗布泊 1972年罗布泊干涸后 从没有人对罗布泊进行徒步穿越 好了 我一定会穿越罗布泊成功 一二十五 好了 三天以后见 三天以后见 你多保重啊 好 当年上海电视台全程记录了于纯顺的这一壮剧 按照计划 于纯顺6月11日出发 第一天走到湖心宿营 12日西出卢布泊后 再进楼兰 13日由楼兰到达前进桥 为了保证这次孤身穿越的真实性 设置组按照约定不跟在于纯顺的身边 而是提前到达约定的地点 前进桥等候于纯顺 约定的时间是6月13号 不幸的是这天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14号沙尘暴结束后于纯顺再也没有出现 搜救工作很快开始 6月18日搜寻队在偏离预定路线三公里的地方 发现了于纯顺的遗体 风雨八年都走过来的于纯顺最终也没有走过罗布泊 罗布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从地图上看并无特殊之处 历史上曾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那么为何彭家木和于纯顺两位探险家都无疑幸免 被这片荒漠吞噬了呢 不仅如此 在罗布泊除了神秘的失踪和死亡事件 还有着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未解之谜 就是因为确实在我们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一个罗布泊地区非常辉煌的楼兰王国 而且还有很多的居民竟然不是中国人 而是亚利安人种就是欧罗巴人种 它确实是突然就没了后来 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属性在没它了呢 这些东西都成为了一些自然和文化的千古之谜 楼兰是距经两千年前 罗布泊地区一个弱小的王国 丝绸之路打通之后 楼兰古国正好处在这条通道的要充地段 顺理成章 这里也就成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转站 当年的楼兰也曾经辉煌繁荣过 但是到近代以后 楼兰却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此后的古代史籍中 再也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记载 楼兰古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直到今天依旧无人能解 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荒漠一片 而过去是如此繁华的世界 所以大家都想去探个究竟 包括对这个湖的生生死死 对这些干尸的来历 对这个古城的突然消亡 正如楼兰研究专家朱玉琪教授所说的那样 罗布泊在充满风险的同时 也充满了诱惑 这里还有着无数的未解之谜 历史的 自然的 都足以吸引着人们前仆后继 以身反显 越是危险的地方 人们越想去挑战 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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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